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7月23日 星期二欢迎来到财经理院 那么今天这节目和大家聊一下 日本企业开始和中国脱钩这样一个事情 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 日本对中国最大的脱钩事件 中共政府千房万房 最终还是没有防住日本来这一招 那么日本制铁可以说将撤出 与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保钢企业的合作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新闻了 我们知道日本制铁是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 而上海保钢也是中国最大最先进的钢铁公司 两者的合作持续了50多年 从1977年开始就合作 可以说主要是日本的技术支援保钢 保钢基本上现代化的钢铁生产线 全部都是日本制铁给扶植起来的 没有日本可以说就没有中国钢铁的现代化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合作项目 现在正式是宣布结束了 我们看看相关的新闻报道 日经新闻是这样说的 日本制铁将全面调整 自提供高炉技术以来 长达半个世纪的与保钢的合作关系 在中国的钢材产能将削减70% 那么日本制铁结束和保钢的合作 它的主要的理由 官方是这么说的 说日本持起了因为当地纯电动汽车的崛起 而陷入了苦战 因此日本制铁认为很难实现增长 缩小因为中美分裂而面临逆风的在华业务 向美国和印度集中经营资源的动向将加速 这就说明了有几个原因是导致日本结束和保钢的合作 第一个可能是中国的电动汽车大量的钢材已经不用日本的钢材了 这是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可能就是日本在华销售的汽车销量下降 对日本制铁和保钢的合资企业的钢材需求量下降了 第三个原因可能是中美战略分歧 两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对日本在华业务冲击比较大 所以日本肯定是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的 撤走7%的钢铁产能 转投美国和印度和中国脱钩断链 也就是日本正确的选择了 所以这几个原因叠加在一起 导致这次合作正式破裂 我们看日本制铁可以说 它将退出于保钢钢铁的合资企业 这个合资企业是保钢日铁汽车版有限公司 那么这家公司是2024年成立的 由日本制铁和保钢各出资一半 预保上的合资合同期限就是20年 那么现在今年刚好是20年到期 今年夏天是合同的到期日 而日本制铁决定终止合同 并将持有的全部股份出售给保钢 预计出售额将达到数百亿日元 那么保钢日铁汽车版的年生产钢材的能力 达到了262万吨 约占日铁集团在华钢材产能的70% 保钢日铁汽车版的累计投资额 超过了1000亿日元 那么保钢日铁汽车版在中国 涉足主要是汽车用的钢板 一直将从日本进口的钢材半成品 加工成最终的产品 像在中国设有工厂的日资汽车厂供货 在2004年的时候 中国是钢杆入市 可以说那个时候 中国的经济是蒸蒸日上 所以对汽车用钢的板材 需求是越来越大 所以那个时候业务效果还是非常之好的 所以2004年之后还是赚了不少钱 生意都还挺不错 这主要是日本企业看重在华的市场 而在这次合作中 保钢方面是获得了中国缺乏的钢板技术 可以说这对于中国和日本企业 都是双方受益的 但是现在中国最近几年 当地的纯电动汽车产业发展非常之快 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比率超过了30% 汽车产业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 丰田日产汽车和本田等三家日系车企 2024年1月到6月 在中国的销量降到了154万辆 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3% 可以说业绩是年续下降三年 作为保钢日铁汽车版主要客户的日系车企 销售量不佳 那么除了三年汽车于2023年决定彻底撤出中国之外 日产也是关闭了当地的工厂 而本田也开始征集员工要提前退出中国市场 所以说目前不仅是日本车退出中国市场 而且上游的钢材供应商也在开始退出中国市场 这就是一整条的钢铁产业链 所以这一次日本和中国脱钩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脱钩断链的行动 那么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之外 日本的钢铁企业撤离中国也有它的政治因素 主要现在是中美对立长期化带来的分裂也产生了影响 汽车和半导体等各类的跨国企业都在调整供应链和海外的战略 日本制铁将把经营资源从低迷的中国转移到有望实现增长的美国和印度 目前日本制铁已经购买了相关美国的钢铁公司 而且在印度的投资计划也是提上了日程 2023年12月宣布以大约2亿日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钢铁巨头 美国钢铁公司 从两年前开始可以说一直在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计划之外 讨论此次撤出 不过围绕美国钢铁公司收购 美国议员和竞争对手也是批评日本制铁与中国钢铁行业的关系 因此撤资有可能间接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为美国的被收购的企业担心日本和中国钢铁企业这么紧密的关系 有损害美国的利益 那么这次日本制铁彻底中断和保钢的合作 撤出了70%的产能 可能会让美国政府放心 也会让美国被收购的企业更加放心日本的收购行动 日本制铁与中国建立关系的契机 是作为中日经济合作的重头戏 1977年日本制铁参与技术支援 协助建设作为中国第一家现代钢铁厂的上海宝山钢铁厂 此后又为多座高楼的建设提供了技术的支援 可以说没有日本的支援就没有中国钢铁的现代化 这是毫不夸张的 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去需要的大量的技术和资本 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 那时候欧美资本还没有进来 所以整个中国的钢铁企业乃至中国政法都应该感谢日本的投资 感谢日本制铁 当然这些年随着宝钢不断的作大 它的技术支援着日本制铁也是有很多的冲突的 比如说典型是2021年围绕着用于混合动力车马达等的一些电磁钢板 比如说2021年围绕用于混合动力车马达等的电磁钢板 侵犯专利权为由 日本制铁开始起诉宝山钢铁公司 目前起诉仍然在继续 那么这也会影响双方的合作关系 比如说宝钢壮大之后就和日本制铁对着干 而且还窃取对方的技术 可以说这做的是非常不厚道的 但是他就这么做了 可能这也是导致这一次日本制铁终结和宝钢的合作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不管怎么样啊这是继美国之后啊中国和日本的最大的一个脱钩的行动 那么这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 就是日本制铁撤出中国 这个事情呢对未来的日本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当然在全球产业链的转移过程中呢 也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这可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 我们边走边看 中国政府目前可以说对外了是搞战狼式的外交和欧美啊 日本脱钩断裂 但是对累了也在大幅度的倒车 刚刚召开的三中全会 混前呢可以说是万众期待 希望了中共政府出台一些改革开放的措施 能挽回这种经济下坠的颓势 但是结果一开环了 利好基本上是没有 但是倒车啊开的飞快 当然中共的官媒是不会承认的 他认为了这次三中全会释放了一大把的利好 而且改革开放的措施啊 据说有三百多条改革的字眼 充斥于三中全会的各类的文件里面去 但是就是没有实质性的改革 除了加大收税 基本上没有其他任何变动啊 而且呢中国的央行啊 在前天也是宣布降息了 但是就是这么多利好 所谓的利好啊 股市啊还是那个熊样 三中全会一开完 马上就大幅度下跌 上证中指啊暴跌2%左右 马上就要破2900点了 可以说因为三中全会没有任何利好的消息 所以股民的心理是彻底破防了 尽管中共的宣传机器啊 日益鼓噪什么深化改革 但是还是止不住股民信心彻底的崩溃 有的评论说了 现在股市没有人相信会涨起来 钱不缺 缺的就是信心 缺的就是信任 躺平时代 股市的首先躺平了 可以说对中共的最后一次信任和期待 在三中全会落幕之后啊 已经是彻底泡汤了 好在了中共的证件会啊 开始修改指数的标准 可能很快啊 上证指数就会永远站上3000点直上了 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 当然这也是捏着鼻子红眼睛啊 对中国的股市啊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只是银而盗铃而已 现在中国股民的活跃的户数啊 从两年前的两亿户一下子暴跌到现在只有5000户啊 可以说现在很多股民销户都存在困难 中国政府监管部门呢 设置了层层的障碍 当然他们是害怕韭菜逃跑啊 逃跑之后 谁来当资本的消费者呢 从他们把投资者叫做金融消费者那天起啊 就可以看出来 中共的金融市场啊 其实本质上就是割韭菜的一个市场啊 可以说中国的A股啊 又开始崩盘 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啊 这两年呢 中共又出来了新政策要延迟退休 就是说90后啊 不论是男女都需要65岁之后才退休 这个事情呢 在网上炒的可以说是沸沸扬扬啊 中共呢 现在是养老金呢 入不敷出 养老金的库存呢 基本上进水少 然后出水多 交养老金的人少 拧养老金的人多 可以说现在明显的入不敷出了 开始改游戏规则了 以前大家工作到60岁就可以领退休金 现在要工作到65岁才能领 基本上就是啊 在缓解中共的养老金的一个压力 网上有一个帖子啊 可以说非常形象的盖过了中共出台这个政策的目的 他说我看今天很多人在转发延迟退休的消息 并表示要工作到65岁太痛苦了 他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大家误会了 延迟退休 只是说大家65岁才能领退休金 没有保证大家一直到65岁都还有工作 然后有人就问 很多工作都要求35周岁以内 现在又65岁退休 请问35岁到65岁能做什么 然后有一个网友回答呀 非常经典非常讽刺 他说35岁到40岁摔寒子 40岁到50岁当月嫂 50岁到60岁做保洁 60岁以后的只能收破烂了 这就是我的规划 所以中共这种延迟退休的政策在网上其实是引发了广泛的调侃和讽刺的 说明老百姓的根本是不买账啊 你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政府的官员都延迟退休 继续享受这种特权和福利 舍不得退下来 反而让普通的老百姓呢 继续工作到65岁之后才能领取养老金 可以说这就是典型的呀 权力的腐败啊 所以这是为什么现在网上的网民都在讽刺这种延迟退休的一个主要原因 明显就是政策不公平吗 那么现在的中国的邻居啊 孟加拉国广大的清零学生都在反抗政府的特权 主要是因为孟加拉国的政法 把政府的很多公职都留给一些官员的后代 留给退役军人的后代 然后呢 普通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当公员的机会 所以这样一次运动呢 现在在孟加拉国引发了数十个城市的抗暴运动 影响非常之大啊 当然目前呢 孟加拉国的政府已经开始让步了 百分之九十多的岗位将留给社会普通平民的子弟 那么这也是这次啊 广大的大学生青年人啊 来争取自己权益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年轻人啊 就需要一次这样的运动 否则的话权力不会从天亮掉下来 只能靠自己去争取的 明显的会员群 目前啊明显的会员群呢 五个月的时间不到 可以说已经有1800多人加入了会员群 里面有四个微信的会员群 同时来有一个电报会员群 还有一个WhatsApp的会员群 所以大家如果付费 可以加入一个微信群 可以加入一个电报群 可以加入一个WhatsApp群 然后呢 还可以获得一本 能演编的全球十大财经博主啊 最新文章的一个合集 可以说这本书的价值啊 也是非常之高的 那么你加入会员 这是免费送的 可以发到你的电子邮箱里面去 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啊 可以加入能演的这些会员群 可以说里面呢 确实是金音云集 信息量非常之大 你加入进来了 可以规避未来很多投资的风险 同时获得财富 保值增值的一个方法 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 再见